罪犯王仲逃脱不了人民的审判 落得了可耻的下场 这是1983年广东汕头海丰县委书记王仲 在万人公审大会上接受死刑的真实一幕 因为贪污6.9万 他也成为了改革开放时期 守卫被处死的县委一把手 彼时正值出港热 可以看到桌子上堆满了带审核的文件 而王仲作为大权在握的地方主官 自然就成了香波波 为了前往香港 一位播音员咬牙拿出半年的工资 将一台17寸的彩电搬进了书记的家里 没几天他就如愿获得了去往香港的资格 很快一传十十传百 形形色色的人提着大包小包 相继踏进了王家的门槛 与此同时 新款的冰箱流行的收音机 渐渐填满了书记家的屋子 而王仲本人更是乐此不疲 喜欢上了此种敛财途径 然而没多久 他的胃口就变得越来越大 居然直接拿着钥匙打开了集资仓库 望着里面琳琅满目的货物 留下贪婪的口水 殊不知正义的仓库保管员 私下里偷偷将这些黑帐一笔笔记了下来 经统计王仲前后共偷到50多次 这些宝贝转头就被其亲属高价变卖 不到一年的时间 这位县委书记就将6.9万元塞进了自己的私人腰包 这个数目今天看起来微不足道 但在当时顶得上普通人100年的收入 长期沉迷于金钱的诱惑 致使下面的干部们有样学样 采访中一位当地教师控诉道 在王仲的领导下生产教育农业一塌糊涂 学生不上课 农民不种地 工人不上岗 就连当地的海岸巡逻都形同虚设 三天打鱼 两天晒网 武器摆在仓库 马放南山 但凡手里有点权力的 都削尖了脑袋往走私里钻 致使良田荒废管理混乱 从内到外充斥着一股乌烟瘴气 大厅内昔日嚣张的王仲面如死灰 随着法官宣读判决 两位河枪实弹的法警 给他戴上镣铐 就押往处决现场 途中上万人亲眼目睹 这样是为了以示警醒 将走私的根源彻底铲除 随着一声枪响 弥漫在海风的妖气 终于烟消云散 这是1946年 德国纳粹党卫军副总指挥 被绞死的真实影像 男人名叫弗兰克 出人意料的是 整个行刑过程里 始终高昂头颅 一副圣基林人的样子 昔日的他 则是二战中赫赫有名的刽子手 曾带队在捷克大肆搜捕盟军指挥官 暗杀正义人士 在他的恶魔爪牙下 数千人被囚禁 几百人被杀 当然了 弗兰克为世人所知 主要源于一场特别的屠杀 1942年6月 德军占领了利迪策 面对手无寸铁的500位平民 丧心病狂的他 将下令烧杀抢掠 机枪扫射中 88个未成年倒在血泊里 战后为了纪念这些死去的孩子们 联合国特地将这一天定为国际儿童节 然而在法庭上 弗兰克却百般抵赖 拒不认罪 妄想逃过对自己的审判 殊不知一切都是徒劳 他的双手早已沾满鲜血 经审理 法院以战争罪反人类罪 判处这位党卫军副总指挥绞刑 消息传出后 整个捷克化身欢乐的海洋 木工们为了给孩子们报仇 连夜加班筑起了绞刑架 行刑当日 弗兰克在警卫的押送下 缓缓来到人前 此时他牧视前方 神情冷峻 丝毫没有即将死亡的恐惧感 随着一根绳子穿过他的夜巷 属于弗兰克的丧钟被默默敲响 一位行刑者用力拉拽绳子 下一秒这位副总指挥被高高吊起 两秒后 旁边的行刑者走上梯子 将绳套死死勒住他的脖子 与此同时台下传来沸腾的声音 就在此时 绳子突然坠落 弗兰克犹如断线的风筝 在空中晃动 行刑者立即盖住他的脸 为其保留最后的尊严 至此这个恶魔得到了应有的报应 这是1945年 国军枪毙汉奸的真实影像 画面刺激颠覆你的三观 一枪不过瘾再补一枪 完美反映了当时老百姓的心态 随着抗日战争的结束 那些在关键时刻当狗腿 残害同胞的二狗子们 也迎来了自己的末日 画面中的香港地区 开展了大规模的清扫行动 政府公告显示 将由陆军第四军 执行此次枪毙任务 当天现场涌入了大量围观群众 作为劫后余生的人 每一个都对汉奸恨之入骨 只见一个男人被绑复双手压了过来 脸上早已没了昔日跋扈的样子 刑场就临时射在胶外 方便掩埋尸体 随着一声枪响 第一个汉奸倒地了 巨大的痛苦让他不如出处 兴许是为了报复许久另一个士兵才走上前来 给了第二枪 也许是觉得这样太便宜了这群畜生 于是又抠动扳机 朝着脑袋补了一发 这下子汉奸死得透透的 鲜血淋漓地倒在地上 然后两名士兵解开起绑腹的麻绳 徐徐离开现场 下一秒四周的百姓去拢过来 纷纷拍手叫好 比过年还热闹 几个胆大的直接靠近尸体 只为瞧一眼卖国贼的下场 对于老百姓而言 这样做还是太舒服了 想当初这些汉奸卖国贼 肆意鱼肉香里 逼两尾肠无恶不作 眼下只吃一颗花生米 是远远不够的 于是胆大的上前 对着汉奸的尸体 就是一顿发泄 因为对于一个民族 一个国家而言 背叛者有时比侵略者更加可恶 他们在背后对同胞下黑手 其手段 其行径丧尽天良 更令人发指 对此视频田的你有什么想说的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